初詞ун曲 三芳贛 初詞 曲 三芳贛 首詞 曲 三芳贛 爹地就和她起了 好遍 Sr土 可以嗎 可以 因為我看到很多朋友 hierarchy 今天她題目主主題是講患ng 有朋友iko沒有失律? 有朋友是有失策 有朋友有 有沒有人有牛皮癡 你有沒有發覺濕疹藥幾年不離開 慢慢就變厚變牛皮癡 所以你看到很多高動過敏後期會變磁體面液 磁皮癡就是自己的面液系統打皮膚 令他不斷高齡、震頭 這是磁體面液病 有沒有人有類風濕 有嗎 類風濕 臉系統打個關節 通常手指開始才會 不知甚麼是磁風濕 自體面就攻擊個關節 會痛 會腫 最初僵硬 接著痛 接著會腫 但通常是對稱性的 這隻手指就是這隻手指 不斷就對稱 如果你有面病 這些病是會好 你會發覺很多人 他有這些病的之前 例如我見過很多有磁風濕的朋友 他突然間很嚴重很痛 他就有一輪暖吃 例如他有熱氣性面地 他經常打邊液 那一輪就可能三四天才去一次打 坑達發覺 為何大便越差 那個關節越腫脹 就是因為身體有很多垃圾 導致他走不到 那些日子就變了 就攻擊自己 因為很多垃圾 他想扔垃圾 攻擊垃圾 就攻擊自己 就出現這個問題 坑達起 傳導西醫的醫學就說不知為何 遺傳 遺傳 或者有些病毒是找不到的 他出現過 你身體有系統 攻擊他 然後攻擊你自己 這個是很常見的斷症方向 但是不是對的呢 但在我們的經驗 我佛讀不斷做骸毒 你做一下做一下 其實很多濕疹的朋友 他不特別看醫生 不過他控制到大便 一天去到三四次 他一個月後的濕疹就收了 我以前看過一個證 那個婆婆就帶他孫來看 他孫就七歲 他說他孫小時候 睡嶺的時候 就有這個濕疹 幾個月就開始有了 最後他當時的老公人 就給他一些新鮮的毛花果 他就製造很多大便 因為在外面有的 新鮮的毛花果 做很多大便 摸一下摸一下之後 他就無緣無緣地收掉濕疹 所以這個排毒系統 和你的慢性病很有關係 特別你發覺 有沒有人整個眼皮發炎 這些位置經常發炎 有沒有見過 整個眼瘡都是 不要緊 等著再逐個解答 但你會發覺到 我養過朋友教書 他整個眼皮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發炎 在傳統西醫的眼科 就說他可能女份不敏感 到後期他就怎樣 放暑假 放暑假 就沒有教書 我見到他 都是這麼腫的 他這個眼皮都腫了 但他的角膜 都要吃人 所以他就發炎 我說他是放火 他說是有大便 所以他覺得很差 我們給他一些東西 試一下他 他一減了幾磅 然後他那個減熱都會退 其實你的內液 和你自己便秘的垃圾 都會進來 有沒有人覺得自己的肝不夠好 有 肝不夠好 你就吃很多好東西 補過肝 但如果你有便秘 又浪費錢 因為腸是負責 吸收好的東西和不好的東西 透過一些血液 在肝門症 或total wake 然後去到肝做解毒 然後才派給全身 如果你整天便秘 是不是很多東西在發酵 如果你現在樓下廁所 是公家的 上一手就去完 不衝刺 蓋上桌 二十分鐘後 你走進去打開 你們會怎樣 尖叫 但那裡三十度 就是你腸三十七度 明白嗎 原來這樣發酵 裡面會有很多垃圾 到最後你不排出來 肝更尖 有沒有朋友發覺 人到大便去得不好 情緒很敏感 有沒有辦法 其實是肝 肝中焦 情緒很敏感 你去大便去得多 你會發覺情緒為什麼會好 因為肝不用處理那麼多毒素 肝孤單藥 人會怎樣 便輕鬆些 因為情緒病 以為情緒病 就先治療肝 就不是這才好 因為情緒病 你忘了我說 你有朋友很敏感 親自殺的人 送之西妹汁 就被他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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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自殺的情緒就沒有了 當然他也會繼續回頭 但你要處理個缺乏 我以前有很多病人 他心態很好 他就幫很多朋友 有時候就問證 我問 如果你直接和你的朋友想自殺 那你想自殺 吃這隻東西 他就丟掉它 明白嗎 我以前幫他一個朋友 都是做美容學院 他男朋友就認識了很多年 後期以外死亡 他就患了情緒病 什麼醫生都不看 但因為我們為了大家認識 那些朋友就報料給我 他現在在家裡說不出門口 語言上就沒什麼 但人開始不吃東西 很多問題出現 我們就打給他 說有隻東西吃了會很漂亮的 身材很好 這樣就都拿過來 他就開始吃一下 吃一下 為什麼人家情緒好了 因為那隻人是提供的內分比 你對他的內分比高漲 你睡覺18歲的時候 見到一花很開心 但現在可能去到48歲 見一張金牛也不是很開心 其實和你的賀爾蒙走下降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如果你想人的身體好 其實排到是第一招來的 我就不是很老了 大家都看得出來 大家一樣 18加22 即是就來40 不是你18加22 我就是明年40 18加22 我小時候看那些自然療法醫生 很多都是外國人來的 斷症有很少即刻斷癮 通常他就會跟你說 吃了一些炸的東西就排毒 接著有些維他命蛋白質給你補身 排到補身 你快過下個星期去吧 是不是都好些 因為我們的身體是很需要這個機制 先排毒 同時間可以調 如果你陰虛火旺 虛不愁補 不可以即刻補 可能你調了才補 如果你本身體質很低 有沒有有蘇伊時過聽嗎 有 有沒有 有 有沒有些朋友 覺得有東西想摩 但又摩得不太好 有沒有 那些就最適合立刻補氣 補氣最好 鬼佬的補氣就是B集 很有效的 你一吃B集 你舊氣你就便便便便 多了一個東西出來 中式的最簡單 爽心得奇 你看些粉 幾年前我都有教這些機制 但後期太忙便便便沒有教 最早期 這次是DOTAPOE大 DOTAPOE大 DOTAPOE五年前來香港 頭幾個見我 我應該是第一個 然後我就 有時間關題 我就叫了另外一個拍檔去找他 他已經忘記我 我上次見到他 那個男生就是我以前的拍檔 跟他去那邊教了一個機制 然後回到香港再教 我們有很多這些經驗去發覺 你一邊拍檔 如果你身體的體質不夠高 你發覺你去得不好 你就補一補氣 特別有很多女士 你平時都手指冰凍 不用冬天你都覺得怎樣 冷氣出入的人 已經覺得有點不舒服 很怕冷的人 你要看著你的氣 要不是你一邊做排檔 但身體跟不上 你會發覺那個進度會好嗎 進度會好嗎 其實你發覺 因為你不斷都有 簽為類的東西要喝 其實都應該入得我 但如果再補得我 除了你做一些腸部運動 或者做一些改良版 液筋經 有沒有教過 那麼差 如果你自己扁平了 你穿球鞋 不然你真的猛了我 你發覺你的腸部 開始會動的 你可以用這些方式 加起來 加上保氣 你再摸多一點 那個人就好得好快 我剛才說的 我朋友就是眼炎 不斷在社交好 後期他不是在香港了 他去外國了 我們不是在他身邊 他再吃東西 吃了十幾磅 煎炸熱氣燒 又吃了十幾磅 眼炎又回頭了 知不知道他怎樣治好自己 七日代餐西梅酒 所以我們有一次有個區議員 他參選的政綱就是自然條法立法 他都來參與 他都會來出名的 就是我這個朋友 他自己試過很多這些方法 他抵了兩年 他有這些知識 他查了0.02% 基本上會有多久嗎 他很清楚 但他沒什麼選擇 如果你說 基本上有很多招數 譬如還有段證難度會高 但如果你想做一個 基本的自我保護 你會發覺做排毒是最簡單的 你吃的物質 有什麼會有垃圾在裡面 魚會有什麼 好不吃魚肚 魚肚重金屬厲害 所以花膠要不應該吃 你沒事就偶爾吃一下 你有癌症 你已經患了就沒吃 對嗎 因為有很多小心水 魚肚都不會吃 魚肚除了有很多污染物 就是因為恐嚇小孩 你有沒有發覺 抽樣子 經常抽到 都說有0.02% 但我經常說 如果做到殺膚 應該怎樣 對嗎 因為這些是會慢性中毒的 你不斷 譬如 這些條件 他想謀殺他老公 老公的份寶 有多少隻給他那些 有一次我殺了一個人 測到 你慢慢下毒 因為這個 控制石鹿是什麼 是滋溶性的 它是累積的 你身體每天都有脂肪的人 它為你身體沉滅 特別是真忍肥 真忍肥的人 其實是在這裡增加自己的度數 你記不記得我講過 如果胭牛肥腺 你用蘇伊士那一套短食 加些高鹼的小蜜草 再加多些高鹼 很多人 他自己會收 自己會康復 在30天 不過如果他很肥 這個症狀就很快 很快 但如果他很瘦 就不是因為中毒 因為情緒 就是很難過分 因為我這個很多遊戲時 我看到很肥的那些 我說你夠吃了 你慢慢來找我這個三成 我完全是看到這個部分 因為他肥的身體中毒很厲害 很多孔著小孩 重金屬也是滋溶性的 所以你不斷增肥 你身體重金屬會增加 還有什麼是經常吃到的垃圾 農藥 除草劑 你有沒有聽過 綠色黃泳經常拿些東西去驗 街市買些魚下去驗 魚而已 為什麼會有農藥 地下水源 八成有農藥 零六年那份報告 原因是因為地下水源流下去 所以給魚吃了 我們以前教 就叫你成心水源 大家的分別都不大 所以有嬰兒就不要吃那麼多 有本書的作者 他是法學學士為恩 他就看了DHA EPA 對小孩很有幫助的報告犯有 他懷孕期間每天都吃魚 結果一出生就重金屬 DISPO他的老道 就致閉症 他將這個歷史特意寫出來 即是環境污染和重金屬 導致小孩的腦部多大傷害 其實我可以看看 你的小孩的排隊是否變得 其實你會見到便宜的預防針 往往Stabilizer的穩定劑是水銀或者鋁 一針就是一個寶寶 這二十幾天要排的一份 要排的一份 我這個導師是華人專教自閉症的 是西基街自然的化醫生 他現在在台灣聽說 他應該會明年來香港煮蛋 他回來就好 因為他都是這方面的高手 我想問你說魚不能吃 那煮魚湯可以嗎 一人而已 一人而已 但如果你真的要煮 你摸皮膜內臟斬頭 但是如果那些小魚很小的 因為你會看回 你的小魚是甚麼魚 白色 那邊 白白魚 梳梯魚 梳梯魚的環境是怎樣的 鹹水的 鹹水魚 其實我的角度是怎樣的 如果你真的想用魚來補身 為甚麼我都鼓勵你用製成的軟裝 一間GMP有良心的廠 它做完特別在加拿大和澳洲 它要檢查一次的 如果有所有 包括大Oxian 即二岸鷹那些 都會在這些地方沉澱 農藥 重金屬 它有它批東西就扔掉它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補DHA EPA 就盡量補腦 有甚麼魚 通常都不會吃貼地的魚 即所謂無鱗魚 多鱗魚那些 因為貼地 所有的重金屬垃圾 全部貼在地上 它貼地 你吃的時候 不是吃光它 身體貼那些垃圾 所以中醫說無鱗魚不吃 我們都很接受 但你說我現在 甚麼事都沒有 可不可以一個星期四 一兩天 吃得大餐的 覺得怎樣 有些罪惡感的就怎樣 就是這包東西在準備 準備的 那些罪惡感 西梅醬 西梅醬因為糖 叫生理醇 裡面都有果糖 如果它有糖的問題 例如它烤喘很厲害 你高糖會引發很多糖 塞的氣管 你不要用西梅醬 它鼻敏感很厲害 又不行 它經常前壓有頭痛 代表怎樣 裡面很容易塞到糖 那種甜的東西都不行 糖、奶、芝士都不行 如果它用西梅醬 它是走甜的路線 例如它一敲喘 你就不要主要用西梅醬 間中可以 因為它始終的糖分是怎樣 它複合了 它裡面有果糖 有葡萄糖 有生理醇 為什麼西梅醬 是一個沒有瀉藥的大瀉物質呢 因為生理醇是不能消化的糖 去到腸裡大大粒刺激它 它就瀉了 所以生理醇是不錯的 另外曬駱駝 也是一個不能消化的糖 曬駱駝 它是新興的代糖 它是什麼動物質呢 它是繁蚁的食物來的 人沒有這個酵素 是吃不到的 所以你吃了那個甜味 肝臭了之後 如果大粒刺激到小腸 你都會肚死 對便秘的就是救星 但你不斷的體質很弱 就不太好 曬駱駝 它是沒有提出的 曬駱駝 簡直是電視賣廣告的 曬駱駝 但它當然沒有香口膠的方 它是純粉狀的 可以買的 不是很貴的 四百五十塊 我想五百多元 香港以前有一間 叫HealthGate 但因為你知道 香港不流行這些東西 只有我們這麼少人 所以不知道撿了沒有 這間東西 因為其實有些 Gluton Free 沒有谷膠的東西 我經常叫別人去買 比如小朋友說 會約那些 那些 一間一間不見了 因為不是太多賣了 不是太多賣了 但是曬駱駝 都是挺好的代糖 但起碼它不會有其他 那些刺癌的機會 Stevia 有沒有聽到 金宮堂代 香港是禁了 其實真真正正 是禁Stevia Concentrate 的濃縮物 但因為 在政府的角度 它是不分的 總之看到Stevia 就禁了 Stevia是一個好糖 是谷糖 好糖 對身體好的 但因為它的提取物是刺癌的 因為它的提取物 它的高濃度 去Condense 了之後 是刺癌的 所以真正應該 按金谷糖 不是按金谷糖 Stevia 是沒有東西的 Stevia 是沒有東西的 Stevia Stevia 的Concentrate 是有東西的 但香港沒有分 什麼都動起來 上次我們看健康戰 有個澳洲人 凍了一些Stevia 出來 跟我說這個很好 怎樣怎樣 我說你跟我說 我會明白 你跟他說你爽 我叫他 你香港不要推銷這些 哎呀 這麼好的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 他把很多Stevia的東西出來 後來就跟他說 香港的市場不同 因為很多人誤到 以為任何Stevia都有問題 如果講糖 在香港來講 你用到Sylo糖 最好 Sylo糖 XYLIGOL 你可以上網 都買到 很多國家都有出 但是中國 雖然你看到我們很愛護祖國 但是由於中國的Sylo糖 有機會是粟米做的 你是消化到的 所以你都會有些糖 所以你就要看清楚 它原料是否來自木頭 木頭是非常好 是完全消化不到的 如果講這個便秘 通常一天一次大便是否正常 傳統醫學 就一個星期三次 每次不困難 大便量多 就叫做沒有便秘 如果一個星期三次 我二、二、三 即兩天、兩天、三天 都照正常 在傳統醫學 大家有沒有試過三個去洗手 好了 有都問他 這是傳統醫學的 但如果你有 我剛才少說的自體面液 例如什麼 受鼻腺、紅斑狼瘡、淚風濕 如果大便這麼差 你不用想著會好 其實有時候 因為你未必可以立即 跟他處理到這麼多事情 你幫他走大便 他吃類伏醇會減到 他會減到的 譬如你吃了10mg 類伏醇有狼瘡 SLE 你試試跟他 安排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一個月後 他可能減到5mg 但他暴食症那些 是不可以的 即是現在去紅斑狼瘡 燒烤匙又跟你去 魚生又跟你去那些 不可以的 因為這些 全部都容易令到免疫系統抗菲 味精都是 味精都是 那你就可以看回 如果它正常 但這個是傳統醫學 但在自然療法的角度應該怎樣 自然療法的角度 他每次吃完 就跟你說 可以去廁所 去大 那你就覺得很煩 為什麼每次吃完都去大 這個是人的天性 因為你有咀嚼 胃動到小層 小層動到大層動 所以你每次吃完飯 應該是上去廁所 所以你今天吃三餐 明天去三次 是非常之正常 明白嗎 那就不要經常說小朋友了 因為我有一次和病人這樣說 他說 他兒子的四歲 他之前經常說 他兒子為什麼吃完東西 要去廁所 現在就開始發覺 是他兒子很正常 是他自己有問題 但是你會發覺 這樣有什麼優點 第一 沒什麼發癡 對不對 沒什麼發癡 第二是什麼 大家怕不怕 膽固醇過高 其實你發覺 吃一餐 正常去安排出來 是十六至二十四個小時 我經常說 你不要咬粟米 你就拿粟米 放在頭上 連上那一餐 你就算一下 譬如我這餐九點吃 如果明天下午三點 我已經餓到了 大約多少個小時 就是十八個小時 十八個小時 可不可以算一下自己 腸難不難 腸越難的人 他的膽質越來越回流 膽質越來越回流 血膽貝常永遠都不低 這個人是複雜的東西 我再講簡單一點 因為膽質是什麼做 是膽固醇做的 所以如果你不斷 整天膽大便 去得夠多 特別你吃高纖維 膽質會黏在核纖維 你整天掉進馬桶裡 膽就不夠膽質 肝就會蚊血膽固醇做膽質 所以你血的膽固醇就會低 明白嗎 所以如果你一餐 三十幾個小時 四十幾個小時才膽 肝腸可以回收了膽質 你就沒有膽質 你掉進馬桶裡 你就一百%還沒回收 所以你的肝 就不需要再抽血的膽固醇做 還有你不要發覺 那些朋友 戒到像連鮮的膽固醇去超標 這就是新陳代謝出現 那些膽固醇 當然不好 血膽就很容易硬化 很多中風 冠心病 不好的 當然還要分高濃度 高密度和低密度 但籠統來說 當你去廁所去得越多 你膽質越少回流 你血的膽固醇會越低 所以你們是不是有吃過Refy Refy如果真的不吃 是不是會變成啫喱 這個啫喱就是超維 這些超維就會吸住膽質 飛走到馬桶上 然後你身體的指令就會發覺 咦 我的腸回收不到膽質 你的肝就會拆在裡面的膽固醇 再出來怎樣 做膽質 所以你的血的膽固醇會自動下降 這是什麼 這是最恆久的方法 譬如你吃其他STARCE的那些 鋼膽固醇有一個原理 它就將HOMO SYSTEM block 給它轉膽固醇 這個其實都可以在天然界找到的 日本人很厲害的 有沒有聽到 鋼膽 鋼膽是像STARCE的原理 它就block了HOMO SYSTEM 大家都不懂的 我連中文都不記得 它就轉不到在膽固醇 你明白嗎 所以如果你有鋼膽的東西 你也可以當成一個補充劑 在血的膽固醇 但是你說我什麼都沒有 最簡單又怎樣 每餐之前 譬如REVINE是比較多的 你接受不到這麼多 譬如你自己的工作 或者你的體質很低 手腳冰凍 你就自己上網賣PATTIM PEC指揚 就是半包REVINE 加一盒PATTIM 一盒是15克 你連接一盒就收回開廚 接著混了水 就喝了它 接著吃飯 那一餐的油份 已經立即被REVINE和PATTIM吸了 然後通常如果你吃REVINE 半包在16至24小時 你會發出來 你不會墊底 所以那一餐的油又吸了 因為你的果家 PATTIM是果家 那你就有REVINE增加它的速度 送它出來 所以你基本上 你當減固的數碼做得很好 會不會複雜一點 還是出的 是普金螺的REVINE 那就可以了 普金螺的REVINE 就加高這個東西 我們很明白 其實原理 以前有間美國公司 2003年左右 訓練總監就是我來的 它就專門做超費派 減固上的 所以我看完那些報告 也都見到現場有多少人回來 哪些可以哪些不行 我見到它整年用 我在練習那些 只是吃菜那種 我的膽子常用超費 很多這些人 那些就是新陳代謝 那些就是新陳代謝的層演奏 那個難度就高一點 但是你吃補身 只要你不熱氣 你的新陳代謝就能去 這個是不是很軟 你可以試一下 譬如這些補品 你吃了很有精力 但是你不熱氣 那些都是補得上的 你新陳代謝都會好 有些人多了維他命 荷物質蛋白質都會好 你們有鋪化 有一個 你試一下這一個 可以嗎 如果你覺得體質又上到 精力又上到 新陳代謝就會好 所以如果你問我 基本上你一天要去三次 每次要怎樣 很順暢的 不覺得困難的 技能要多的 爛的大便是否一定不好 在階段 你現在有一些 剛才我說的自體演藥病 你可以一兩個月爛的大便 只要你沒有電解質失痕 你沒有心臟病 沒有嚴重的糖尿病 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有你就找醫生跟你跟進 因為要看著些數據 不怕心臟不太好 但如果它基本上 它一天去三次 去得很順暢 它大便是難的 你會發覺它很多皮膚病 都會消失了 特別有些人 昨天荒草沉緣 昨天那個是怎樣 御夫十 他不是講灰甲 就搓那個醋 加那個大蒜 我都講過很多 和真菌的敵人就是算數 所以任何真菌 包括香港那裡都可以 但是你會發覺 為什麼要搓然後 回頭 我的經驗就是發覺 只要你不斷做排毒 他人一乾淨了 他就不回頭 甲銜是很普遍的 在香港 因為濕 香港是很普遍的 但是你不做排毒 你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我搓完 那個禮拜好些 那個禮拜不搓 又回頭 但當然你托到面 就是這樣也托到 我經常都講 為什麼要吃普遍品 美國有個統計 十 去到十八至二十 我們當成二十 二十個提醒的人 是最佳健康的 例如低一級就健康 接著疾病就死亡 什麼叫啞健康 我的數據明明說我沒事的 但我每日起床都沒有精神 個人沒有氣沒有力 經常都很消極 喊聲嘆氣 總之是一個很低能力的狀態 你就在健康和疾病之間糾纏 那就是喊健康 健康 現在經常講的 喊健康中心很多這些 但這個最佳健康 就是我舉個例子 你一向崩倒個人的啟質很高 當然要平衡 你明天有工作 今晚又要趕夜車 完成明天預備的工作 你沒有睡一晚 你可能第一級都是健康 對不對 但你一向都喊健康 你一級就馬上去執病 所以盡量去託住人家的基管體質 大家現在不是HRTN1 如果出了流感汁 你們擔心嗎 那時候可能是H2N something 明白嗎 根本你都追不及的 我實在都說 特別是小朋友 就是最慘的 他都追不及 但你又沒有看裡面的穩定劑 是什麼 甚至是 我記得還有一個同學說 說五百元一針 是誰跟我講 他的私家醫生就跟他說 小朋友要種疫苗 就不要去健康醫院 那些是八十元貨 那個Stabilizer 就是一個稅人 是不是你們跟我說 一位故事跟我講 之後 他說他這個醫生 說明我最貴的 五百元一針 多少倍 八五中四十元 四十元 四十元 五百元一針 但是說明一定不會有任何Stabilizer 是重金數的 他說如果你穿著小牌健康 特別因為重金數問題 所以說合格那些 超不超比問題 其實大家知道是沒得計的 你有沒有計 你今天有沒有吃過海鮮呢 沒有 他有沒有計過你家的水源 有沒有重金數 他就說沒有 你明不明我說什麼 你那針超標而已 但是加上你進食 再加上你便秘 你累積的東西 就不是這麼簡單 所以你單一看一件事 其實沒什麼意思 最重要是量回自己的胃狀態 所以如果你發覺當然 那二十十百元 最健康的人 都是有食品的 那你就說值不值呢 我通常是這樣看的 如果一天精神只有兩個小時 自己值多少錢 沒有的 沒有的 我年輕 就是我二十幾歲 剛剛讀完大股出來的時候 我每個月買給全家吃的普遍品 都很多錢 那時候那些人說 為什麼這麼捨得呢 除了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韓業之外 最重要我經常都在那裡計 你做一個手術多少錢 我媽媽六十幾 六十六 什麼慢性量都沒有 但是她是絕招的 總之她覺得不同 她打給我 我應該哪一天都要求哪一天都要睡覺 然後就睡覺 然後就睡覺 是 她有一天覺得波羅哥不是那麼好 我就說你所有補乳骨的東西 都拿出來 然後睡覺 她就不去街了 那幾天 然後她的身體就恢復到 大家都明白 很多慢性病 就是你那一天很忙 不可以理她 令那些細菌或者環境適應了 她就在那裡繼續滋身 所以一定要跟著她 如果講長度毒素 皮膚問題剛才都講過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敏感的角度 在治療法 就是肝拆散不了很多垃圾 其實它是將它由一個水溶性 轉化成脂溶性 或者是脂溶性轉化成脂溶性 只要盡量找個角度分解 就可以令到它不會殘忍 造成敏感的 所以如果你發覺你自己 越便秘 皮膚敏感很容易走出來 很多人就說光火是熱氣 其實就是垃圾在身體最低 為什麼會頭痛 講到頭痛是複雜 這段頭痛是什麼頭痛 你還記得 光火 你還記得 這段頭痛 這段頭痛 是頸椎 頸椎拉著顏面 這段頭痛 是痰塞 你雖然有芝士蛋糕 糖奶芝士尺寸的芝士蛋糕 你這裏有很多人 就是痰塞著我 我只有這種頭痛 甚至某位朋友就非常好 就買了一些很厚 很硬的芝士蛋糕 其實很好吃 我已經提醒自己不好吃 他5點買回來 我自己這樣不可以吃 我也有很多同事 我開出來給他們吃 他們就很享受吃 我去到7點的時候 就低血糖反應 為什麼好像沒有力 因為我在12點情形發生 7點都7個小時 那些低血糖反應 就想自己說 寫一口沒有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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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二口 然後晚上10點 好像感冒 鼻水 眼睛 全部流出來 所以我發覺 你要測試自己 有沒有對糖奶芝士敏感 當然每個人的敏感 未必會在鼻上去押頭 如果你真的有鼻敏感 已經有痴癌痛 你試一試吃一塊芝士蛋糕 如果你要抗酷 真的性害敏感 你就立刻抗酷了 即可以做結構 但基本上糖奶芝士都不吃了 這三件事 有很多古怪的問題會走出來 有些人的耳朵無緣無故的 就是糖膝 又是糖奶芝士 有沒有人經常是耳水不平衡 有 你留意一下 耳水不平衡 如果早上一睡醒 轉到下不了床的那些 那晚很多時候都吃完糖奶芝士 你全部就有這個角度 皮券 胃氣 其實為什麼便秘為障 因為你下下不了 所以上面的功能可以正常 肝臟負荷 上臟負荷 口臭 腸胃痛 食癌 鐵佛纖維 有很多人知道要吃菜 但香港人那一口菜 粗一點都逃出來 所以很多問題 這些一個成年人 如果百多講 一天要吃幾顆纖維 25克 吃不到的 我看那些統計是百克 通常一個都市人吃百克 是差三次去的 所以要吃補充品 因為纖維是不好吃的東西 所以你不會特地為了吃菜 我要一顆最老最粗的菜 所以我們就 你一吃到就罵個房企 開菜做老過你伯母 所以你就會經常會 一些前期思議 精製食品 白麵粉 白砂糖 還有哪一樣 八米 八米 三樣東西 基本上如果你有大近時的小朋友 是不吃的 因為你要眼睛好 要戒三白 因為三白裏面 特別是二白糖 它對於肌肉 退化最有效的 眼睛的肌肉 那個環狀 肌肉 你負責拉過的 這個環狀 哪一個退化少許 你已經幾百度近視了 所以白砂糖 白麵粉 還有什麼 白米 三樣 盡量變成 特別是白糖 接著壓力 壓力 壓力為何會變秘 壓力的神經系統叫什麼 交感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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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神上善和上色 它是用來逃亡的 歸呈規 逃搞和打鬥的 休息那個叫什麼 副交感 壓力就交感神經上 交感神經上 搶血去哪裡 去了四肢 預備走人 所以搶血都沒得到 所以它就會變秘 很多人其實你會發覺 包括去旅行 可以等一個陌生環境 其實它是交感神經上善和上色 你不要想著它去旅行就是放鬆 它就說 為何我去旅行七天都沒有大便 回來會有 就是自律神經聯絡 這個是很常見的 這個經緣聖節腸炎 所謂搶抽筋 這個也是情緒病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人金谷 你試試買些人金谷茶 即是外國的花茶 你就焗來喝 只喝可以 你試試能不能放鬆 放鬆不到 你就用茶袋過去我們灌場 灌場 灌場就會放鬆 你買個灌場袋 一連下的灌場袋 我們洗腸肉 另外就是懷孕 懷孕為何會變秘 第一壓住床 第二懷孕期間你不夠氣 接著到夾狀腺機能減退 這些朋友是九比一 九個是亢奮 一個是減退 有甚麼情緣出現 這些朋友呢 指甲不長的 平時一個月自己一次頭髮 他四個月都頭髮不長 走幾步 好像婆婆 好像叔叔 一點氣都沒有 這個就是夾狀腺功能減退 這些人通常我見過 是受很大的打擊 他的T3T4過低 如果是數據的 T3T4過低 最簡單用甚麼方法 夾抗醫生 叫你不要吃那些東西 你相反吃那些東西 這樣就賣 海草那些 瘋 瘋 當然 千萬不要買樓下 日財店那些紫菜餅 紫菜是吸重金屬的 它在珠江山或沿海 吸重金屬給你吃了 明白嗎 樓下的紫菜餅是不吃的 你要去買日本 一塊一塊的環保紫菜 很難吃那些 浸一浸滾水過了就吃了 那個瘋就OK 而且它吸到重金屬 因為紫菜本身是有能力吸重金屬的 如果你在一個重金屬的環境 它就吸到你吃了 你就會重重金屬 所以紫菜是吃甚麼 憤血 憤血為甚麼 沒有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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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憤血便沒有氣 所以你去廁所一定沒有力 但第二個問題出現是甚麼 憤血通常有哪種憤血 脫血性和非脫血性 脫血性是人都知道沒有脫血 如果你吃血丸有便秘 應該怎樣做 現在很摩登的 你會出一些靈子鐵在後庵吸收 在食道會在國會吸收 你就選靈子鐵 當然在政府醫院拿不到 你馬上拿到鐵圓 靈子鐵不在政府醫院 你不用想的 第二個是甚麼 就是非脫血性脫血 一補甚麼 補 B12 補 B12 補氣 補 B12便會做多了不血血 它便會好走 你說我不確定 只要你沒有地貧 你兩樣一起補 有地貧千萬不要補貼 這樣便可以了 地貧不能補貼 因為地貧的定義就是 你那個紅血球 那個打法側那些鏈 欠了一兩個銀碼 所以它會爆 這個網織出來是難難來的 那麼它受難便會爆 正常的紅血球是120天的 但是你地貧的那些人 往往會去到50天 30天 40天 那個紅血球就爆了 爆了裡面的鐵便流出來 結果你的血鐵過高 那麼如果你還吃鐵 你會暈了 你會做焦 那你就只是補 B12 地貧的人 有甚麼可以救到它呢 你給它高氧 現在很多氧氣水是高氧的 你滴起一瓶礦聯水 做五萬氧的飲 當平時的水飲 一高氧它那個人便上了 因為它不需要用這麼多紅血球 都持有這麼多水準 所以它的人為無分別 第二就是補 B12 它只可以補高氧和補 B12 但是這兩樣東西 在傳統醫學都少用的 但是在我醫地貧 我看過這兩招 是幫到它們可以正常生活很多 當然有些要洗血那些要時間 但很多都未必要去洗 另外局部的話 閹連通常是手上口黏在一起 雙巴腫瘤 血水 香港人有很多人不喝水 我不是說有種女生體質 很喜歡將腳伸出 身體那裡睡覺的 叫做白頭翁 白頭翁的女生發燒都不用喝水 所以如果你是這些小鳥 醫人形的白頭翁 你就經常擠水去睡 你慢慢的身體 就可以吸收多點水分 重重金屬下 有沒有人喜歡宵夜食 有沒有懶人宵夜食方法 就是將舊食物 將阿魯米林的女子 包著它丟下去 拿出來 這些是最重要的 重女毒 女毒第一就是老人之外 第二就是便秘 一旅是很容易擺在腸上的神經 所以如果你有這樣的傾向 你的便秘是非常之嚴重的 你一定要解重金屬 你就不要想著就這樣推不動 我試過開個女兒的頻率給她 同類療法姐是一個頻率 一開給她 她直接就黏在廁所 摸一摸水開到頭前 她說為什麼你記得糖仔會這樣 就是因為頻率適合 她解了那些女兒 另外什麼會有很多女兒 有沒有喝冠裝可樂 冠裝可樂有很多女兒 不知曾經有很多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酸性物 或者是那個瓶的旁邊 接著就是胃酸缺乏 影響消化不全 胃酸差最大的問題 除了吸收差 50歲更年期之後 你的胃酸和18歲比 你只有一半而已 所以你就算吃很多想補鈣的物質 包括朱染菌 什麼都好 你基本上在胃酸是用不到的 鈣這些礦物質 是要單一分子的離子狀態 你才能夠入院的 所以如果胃酸差 你吃很多美麗的東西都沒有用 最便宜最簡單 改良胃酸的方法是什麼 餐後喝醋 餐後喝醋 經常頂胃的那些人 餐後喝醋 蘋果醋又可以 八米醋又可以 但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奧薩 有繪藥應該怎樣 有繪藥呢 你就吃點點多糖類的食物 現在很流行的 海參提出點點多糖 盧會提出點多糖 補一下胃膜 補一下胃膜 補一輪呢 先用醋 不是 你一喝醋就胃肚 你看自己沒有悔癢 你說人有肩的 又不是悔癢 但經常是悔癢 那叫胃炎 胃炎是情緒病 這個胃是治療的 明白嗎 整天無事無事 你問他 我們通常斷症 你飽肚痛還是胸肚痛 胸肚痛就多數是悔癢 所以我們有時跟他斷症 就是說我經常都痛 胸肚痛 胸肚痛 這些走成是甚麼 情緒 情緒 你不就給他一些鼻子 清肝 清肝很重要的 經常都清肚 如果你發覺你自己 譬如女士的情緒 因為海爾蒙問題 沒有男士那麼好 你想你更加鼻寵 最重要是甚麼 加上自己的情緒 所以你經常要整個肝 因為我發覺很多是甚麼 就是我上幾次遇到 有幾個女士 不是那麼幸運 就切了卵巢 最後其中一個 導致婚姻不好的原因 就是他沒有了卵巢之後 他發脾氣化得很厲害 那麼老公就頂不上 那順便有阿姨 然後又順便來婚 所以現在其實你要管理 你來…